嗨,大家好,我是一个90后的新疆裁缝 这就是我开的30屏的小工作室 抢上的布料都是今年特别流行的爱迪莱斯 以及我用爱迪莱斯设计出来的各类旗袍 连衣裙还有这些包包也都是我亲手做的 因为我妈妈是一名裁缝 我高中不业以后就跟着妈妈一起学习 然后又去了不同地方学习各种爱迪莱斯的制作款式 因为不仅想传成妈妈的手艺 还想把新疆的非裔文化传成好 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的美 我之前为什么想到用爱迪莱斯做马面裙呢 是因为从去年开始真的好流行国潮 我从小就是一个穿着爱迪莱斯长大的新疆姑娘 然后我就想哎我不妨用新疆的这个爱迪莱斯 用非裔文化去结合我们中韩民族的传统故事 来一个大大的碰撞 没想到结合起来哎这个马面裙还确实挺好看的 然后呢我又尝试着把我这个制作过程画到了网上 没想到我的订单突然爆火 现在打包的这个订单 就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小姐姐订的马面裙 这是她订的第三件了 现在我的客户啊都特别喜欢我们用这个爱迪莱斯做的马面裙 他们都觉得这个非裔文化在结合民族分 真的特别好看了 现在我的顾客都来自全国各地 我也准备设计更多的款 然后跟民宿还有旅拍店合作 让我们的游客们穿着国潮游新疆